美股最后收盘行情三大股指涨幅不一 Dell Jones今天下跌了0.57%来到3996.98点 S&P500则是下跌了0.3%来到3841.47点 NASDAQ稍微上涨0.09%来到了13543.06点 今天市场比较关注的还是在拜登1.9兆美元的抗议纾困计划 到底可不可能在国会通过 目前是不太确定 再来跟市场比较相关的就是在财政部长的任职上面 Yellen他是以压倒性优势正式通过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有一个正式的财政部长即将要上任了 这个礼拜股市表现如何呢 这个礼拜道指上涨0.6% 标普白指数上涨1.9% 纳指则是表现最强劲上涨了4.2% 那另外呢就来看道琼斯的成分股IBM 在今天是比较惨淡的收跌了9.9% 主要就是因为第四季的财报比分析师遇辞了还要来的更惨 所以今天呢可以说是带领道指往下跌 那也让道指今天是收在了3996.98点 那另外呢Intel也是同样惨淡今天也是下跌超过9% Intel的公司盈利是超过预期 但是在制造最新晶片的这个技术方面呢 其实市场还是不太看好 认为Intel这个一条龙的制造晶片的方式 在短期之内可能没有办法做出太这个快速的结构性的改变 所以在晶片生产上面呢 相信是远远追不及台积电 所以在公司的这个短期的预估上面看起来 今天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财报出来之后 所看到的投资人的反应呢 似乎是不太乐观的 那另外几则比较短的消息 首先就是香港的美国商会在今天公布他们的态度 认为在拜登上台之后呢 中美关系可能会稍微的这个舒缓一点 可能会这个彼此之间火爆的程度呢 可能会降温一些些 但是因为香港的问题 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制裁 相信还是会继续的持续下去 那对于美商在香港 还有在这个中国的市场未来的前景呢 大家还是相对紧张的 那另外就是昨天的消息 这个是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还有中国电信 在礼拜四的上午 在香港分别提交的公告当中 就要求纽交所复议 把他们在美国的ADR摘牌的决定 希望纽约的证交所呢 可以重复考虑一下这个决议 再来呢 我们今天上午华尔街网报当中 跟大家所报告的 就是推特呢 今天看到一个令人感到非常耸动的一个图片 那就是来自伊朗最高领袖 哈米尼办公室的一个账号 所发出来的照片 这当中就看到疑似川普总统的这个一个形象的一个人在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 而这上面呢就是非常明显的遭到了无人机锁定的一个虚拟图 那这个图片在上面呢也是明显写上了伊朗这边的官方语言 就说要进行该有的这个报酬是要进行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要对川普总统来进行报酬 要怎么样报酬呢 这个意思非常的明确 就是对于苏里曼尼在去年遭到美国这边无人机的这个杀害之后呢 伊朗这边在川普下台之后现在至少与这个推文是表达出来 他们是没有忘记这件事情而且要进行报复的决心 所以我们今天上午在跟大家报告的时候呢 就在想推的应该很快就会有动作了 也的确在今天呢 这个伊朗领袖的推的也就遭到禁止了 那再来就要看到疫苗相关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英国的变种病毒 这个是英国政府今天呢 在下午的时候所做出来这个公开发言呢 就说目前有初步的证据显示 英国的变种病毒不仅仅是传播率比旧的病毒要来更快更迅速 而且致死率呢 现在看起来是稍微高一点点 不过所幸的就是目前现在市场上面 大家所接种的这个疫苗都还是对于这些新的变种病毒 还是有压制的效力的 第一种病毒呢 就是去年9月在肯特郡发生的变种病毒 第二种病毒是南非的变种病毒 第三种呢则是巴西的变种病毒 就是目前在全世界科学家们所发现的三种不同的病毒 那目前初步的研究就显示 英国的变种病毒的传播率比旧的病毒要高出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七十 其实三十到七十就是一个非常大的range 所以可以显现的就是呢 目前对于这方面的研究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初步的 所以大家当然是要参考 但是对于三十到七十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 是往左一点还是往右一点呢 可能还要更多时间有更多数据来进行整合之后 才会有个比较明确的结果 那致死率呢 假如说因为这个比例看起来 其实是差的这个距离是非常微小的 所以就是以死亡如果是1000人当中 旧病毒是会死10人的话呢 新的病毒大概会死13到14人 所以是稍微的往上提升一些 不过要再次强调 这个是非常初步的消息 所以大家对于新的病毒当然是要提防 但是还没有必要要过度的恐慌 那另外呢巴西跟南部的变种病毒 目前对于疫苗的反应 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数据可以来进行讨论 不过呢 这个是不是新的疫苗 现在的疫苗对于新的病毒 可能有效率会再降低呢 我想这个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 那就纽约 说到纽约 这个疫苗在今天是正式的 耗完了 这是纽约市 那纽约州呢 州长Como就说在 前五周所获得疫苗只剩下两万八千四百六十剂 所以每天可以为八万人接种的速度 在22号就会把疫苗全部都用尽 也就是今天呢 也是会用尽了 所以在下个礼拜 应该会有二十五万四百剂的疫苗 再来到这个纽约州 整个州当中 所以大家要注射的话 可能要点心理准备时间会再往后延后了 那今天下午呢 跟我们大家所预期的一样 拜登总统 他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 这主要呢 就是对于在目前新冠情况之下 受到冲击的美国人 在经济的这个支柱上面 给予了更多的一个保障 我们知道最大的保障呢 就是在接下来国会必须要讨论 并且要通过的1.9兆的纾困案 这个目前在国会的进程 是还没有完全的展开 所以在这之前呢 有部分的行政令 拜登他是可以先来签署 而且不需要经过国会的认证 所以我们今天跟上午 上午的时候 跟大家讨论过了 今天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现在是已经签署的两个行政命令 当中包括的有什么呢 就是扩大食品救助计划 也就是叫做PEBT 就就是疫情电子福利转账计划 这主要呢是对于你家中有就学的孩子 而且你是低收入的家庭的话呢 你的补助可以提高15% 在学童他因为学校没有办法开学 所以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的每一天 都可以获得最高是来到了5.86元的补助 跟原本的这个补助金额呢 是提高了15% 这个是第一个 还有呢就是要让家庭的援助规模更扩大 所以让家庭更容易来申请补贴 还有就是可以线上的工具来索取补贴 这个也是让非常多的家庭 在这些部分的部门 实际上的不是店面 但是是他们的窗口 目前并没有非常迅速的来接见的情况之下 可以在线上来申请这些补贴 还有就是要恢复对于联邦雇员的保护 这也是我们今天上午有跟大家介绍过的 就是川普在08年的时候公布了三项的指令 削弱了对于联邦雇员的就业保护 比如说限制了联邦雇员 带薪处理工会事务的时间 这个也是在今天的签署的行政令当中 还有最低的薪资 联邦最低薪资呢 要调到每个小时是15美元 所以呢联邦机构要开始审查 他们有哪一些临时雇员的时薪 是低于15美元的 原本最低的时薪呢 是7.25美元所以就等于是翻了一倍 就是翻了一倍以上可以这么说 而且要提出提高这些雇员薪资的建议 在100天当中要来开始执行 所以不是说他颁布之后马上 如果说你今天是联邦雇员的话 你每个小时原本是7.25 就会马上变成15块 还是要经过在各地方政府 还有地方部门他们一个审核的过程 才会正式开始实行 那另外呢我们今天上午也跟大家介绍过 在这边再一次跟大家介绍 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上午的华尔街网报 播了之后呢就变成会员only 所以我们这边再把这个重要的新闻 我们也再复述一下 那就是呢拜登他在上台之后 我们知道他这个宜人是不用的 所以对于在去年6月受到川普前总统 他亲自清点的这个美国国际媒体署的执行长 派克他在拜登上台之后呢就遭到开除了 那现在取代他的呢是在台湾出身的赵克璐 要来出任这个负责美国对外广播事务的 美国国际媒体署代理执行长 那我想我们有可能有部分的老移民的观众 对于美国之音在90年代的播报 可能是相对熟悉的 那我自己是不熟悉 但是赵克璐呢 据了解他其实在90年代是美国之音 非常常常播报的一名资深的媒体人 所以有非常多的华裔民众资深的老移民 其实对他是相对熟悉的 那他接下来呢在拜登的清点之下 他就要来出任代理执行长的职务 那他的家人呢 他自己本身是在台湾出身 他的父亲是台湾的这个前中央日报的副社长 所以可以说是来自一个这个世代媒体的一个家庭 那再来呢我们就看到拜登他其实在上台之后 在短短的现在这个如果要算小时的话 还没有到36小时 嗯对还没有到36小时 刚刚过了48小时 两天到三天之间他其实已经签了 大约是30个这个命令 还有行政命令加起来就不一样的 这样的命令签署 加起来总共是30个 那对于这样非常快的进程呢 我们现在就看到共和党这边的领袖 Mitch McConnell 他是非常的不满意 他在今天我们看到跟Track Schumer之间呢 对于什么是要弹劾川普总统 原本大家以为他们两人之间 有的共识就是要到2月中再开始 但今天上午呢已经看到 这共识非常明显的是没有达成 因为今天Track Schumer已经表示 Nancy Pelosi在下个礼拜一 就会要来向参议院来交建 正式的要展开对于川普前总统的 弹劾的过程 那Mitch McConnell除了对这个进程 他表示不满之外呢 他也是强调他会争取更多的时间 来让川普的团队来准备 接下来的弹劾的法律诉讼 让他的法律团队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来进行准备之外呢 他也是非常明确的 对于拜登在过去的这两到三天之间 签署大量的行政命令 表示非常的不满 他就说呢 拜登政府就职的第一天 就朝着错误的方向踏出了好多步 他指的是什么呢 第一天拜登上来之后 他就宣布要重返巴黎气候协定 要取消Keystone Pipeline的输入管计划 这个不知道他今天跟加拿大的总理 Justin Trudeau他们是谈的如何 他们两个今天 拜登跟这个Justin Trudeau 他们今天是要通电话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白宫记者会当中呢 是还没有讨论到两个人通话的内容 相信这个通话可能是还没有结束 或者是这个内容还没有决定要公开哪一部分 那还有呢 这个也开除了 拜登开除了川普任命的全国劳工关系局的局长 这让Mitch McConnell是非常的不开心 他就说 这接下来呢 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 以这样子非常粗暴的方式 那我们可能也要来进行杯葛 比如说疫情纾困的这个方案 1.9兆 Mitch McConnell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在5月到8月之间 他对于Nancy Pelosi 5月就已经通过的 这个一篮子的纾困方案 他是 坚死不从 当时Nancy Pelosi提出来 民主党这边是大约3兆的刺激方案 那Mitch McConnell这边是坚持不可以超过1兆 所以在去年底已经通过了 这个9000亿这样子的一个刺激方案之后 现在要加紧的通过1.9兆 Mitch McConnell相信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那接下来他所带领的 这个在参议院这边的少数党 虽然是少数党 但是呢 其实也只有差一个席位 所以他在立场上面 他就再一次跟拜登来进行喊话 就是我是完全反对你 签署这么多的行政命令 如果要做事的话呢 应该是慢慢来 我们可以双边取得一个 比较明确的共识 再来行事 他说如果你想要快速通过的话呢 相信一定是会有非常大的困难的 除了在1.9兆上面 两党一定是会有不同的意见之外呢 还有就是拜登的移民计划 Mitch McConnell也是非常的反对的 移民的这个计划呢 我们在昨天也跟大家介绍过了 拜登的这个政府 希望在他上台100天之内 首先就是要暂停 对于这些非法移民的遣送的过程 现在先暂停 让大家来审核一下到底哪些人 应该是有可以申请正式的成为美国公民的身份 那我想对我们华裔的观众朋友来说呢 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 一清方面的名额 在拜登他所推出来的移民相关方案当中 除了我们很多华裔观众朋友 非常反感的对于武政移民的宽容之外呢 其实对您也是有关系的 对于一清每个国家的名额呢 在拜登他所推出来的新的方案当中 也是会提升的 所以如果你想把你的这个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姑姑嫂嫂全部都要送来美国的话呢 在原本川普的任内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那现在拜登他所推出来的这个方案呢 是要多具体 我们是还没有得到数字 不过可以知道的就是 对于亲属要来到美国 如果是你的这个直系亲属的话 那当然是会更简单 那如果是比较这个远的亲属的话呢 目前不知道怎么进行 但是相信名额会来增加 所以这个是拜登他的立场 那Mitch McConnell他就认为 在移民方面 这个是错误的手段 会让我们的边境地区 出现另一波的人道危机 那拜登他近期要推出的就是 2021年的美国移民改革法 包括要让数以百万计的无证民移民 有机会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那这个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呢 主要大概是要八年的时间 你前五年呢 你是要先来有这个背景 是不是有犯罪记录的调查 通过之后呢 你当然是要有工作 你要有收入 可以来负担你自己的生活 而且呢 你必须要在接下来五年之后 在五年到八年之间 你必须要通过英文的检测 那你就有机会 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他是希望呢 以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让这些人有一个机会 可以融入到美国的体制当中 来解决中美洲国家的引领问题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进程 Mitch McConnell 还有他所代表的 比较保守派的声音 是非常反对的 所以接下来像拜登 他在参议院会遇到的困难 相信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另外呢 今天上午在我们播报 浩尔街 网报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在拜登的内阁 有一名 当时通过的这一名 非常重要的 就是美国的中央司令 的前司令 奥斯丁他是经过参议院同意 正式出任美国的国防部长 其实他的通过呢 是在众议院这边 在昨天表决通过 让他豁免退役 年限没有满七年 可以出任内阁的一个限制 而且也是突破了 就是要用文人来担任五角大厦的 最高领袖的一个原则 而且呢 也是史上第一名非议的国防部长 所以是创下了多方的记录 在这边呢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就要说回来 在这个月初1月6号 所看到的国会山庄的 这个暴徒 他们在目前在就责的 这个进程当中呢 是越来越多人被逮捕了 目前根据所得到的消息 是有140多人 因为闯入了国会山庄 遭到逮捕 就当中大约是有27人 曾经是在美军服务过 或是正在美军服役当中 占的总人数呢 将近是在被逮捕人数当中的 20% 所以这个数字显现出来什么呢 就是在这些 这个非常具有组织性的 挺川普 而且是有暴力倾向的 这些分子当中呢 是有20% 其实是美国的曾经或是现役的军人 或者是在警卫的这个资源当中 他们是目前正在就职 或者曾经有就职的背景 那也就反映出来 其实在非常多的 为安的这个人员跟系统当中呢 对于比较极端的主意 其实是相对盛行的 如果要看的话 就要看美国所有的成年人口当中 只有7%是退伍的军人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呢 20% 也就是1% 在被逮捕的这些暴徒当中 是有军人的背景 所以是在比例上面呢 其实是不成比例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目前由联邦检官 他们就指出来的消息 是这个右翼极端组织首试者 All Keeper当中有非常多的成员 他们曾经占领了国会的行动 那为什么是有非常多的军人呢 主要就是他们在招募 他们的会员的时候 他们主要是针对 如果你是现役军人 或者是你是退伍军人的话 他们是更希望 可以赶快把你招募进来了 主要就是他们是有专业的技能 而且如果要发动任何的 这个行动的话呢 他们是可以非常快速 有效的来达到目标 那这个目标是什么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 那在2019年的调查 就显示大约是有三分之一的 现役美军 他们在最近几个月 亲眼目睹队伍中 有白人主义 或者是种族主义至上的 可以说的可以说同袍在他们的期间 所以这在军中 我想接下来呢 可能会是一个大家必须要来深入了解 而且要来进行重新评量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军中有这样极端主义是一个好现象呢 我想任何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尤其是白人民族主义 还有种族主义至上 这样子的念头 在要保护你我的执法人员心中 如果是根深蒂固的存在的话呢 那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今天不是白人的话 那你可能会受到五分之一的这个军人 或者是不知道这个比例会是多少 在对待你的时候 可能会对其他种族的对待会是不太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白人的话 你在受到这些人民保姆 他们的维安的这个时间当中呢 他们可能会选择要以白人是不是至上 来做他们的最高准则 这个是令大家比较担心的 尤其是在美国现在呢 在过几年 其实美国的组成 已经白人不是多数的情况之下 在军方有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是不是合乎目前 这个美国民众最大的利益呢 我想这绝对不是的 所以专家认为 这主要是军方对于 内部有极端主义的思想呢 他们也许是知道 但是他们并不想要花太多的时间跟精力 来再做出这种所谓政治正确的思考上面的 一个调整或者是教育 那大家也知道其实 在美国要担任警察或是军人的话呢 其实在你的学科教育上面 就比如说就是你的功课 一般这个成绩上面呢 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那这接下来是不是会需要更多的时间 要求这些军人或者是警察要读更多书呢 我想这接下来会是一个 应该会花一段时间 但是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讨论 那再来呢 我们就把时间看到加拿大 加拿大呢 大家的这个既定印象就加拿大人都是非常的彬彬有礼 而且是相对冷漠 但是呢 一定在台面上面是把请谢谢对不起 一定都是挂在嘴巴上面的 但是昨天就有一个非常惊爆的消息 那就是代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 这个等于是加拿大总督 如果对加拿大的这个制度不了解的话呢 加拿大就是还是在Commonwealth底下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虽然说女王在英国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权利 但是他在所有这些在Commonwealth底下的国家 他都有一个代理人 也就是总督 那在加拿大这边呢 目前的总督他叫做帕耶特 他在昨天是闪辞了他的职位 他说呢 就是我已经提出辞呈 而且我已经告知加拿大总理我的决定 他还说呢 基于对总督办公室的尊重 还有维护本国以及我们民主体系的利益 我的结论呢 是应该派一个新的总督 那为什么会这么临时的要来辞去他的职位呢 据了解是因为他似乎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上司 似乎呢 在他的办公室当中 他是这个为人非常不圆滑以外 他还是有多项职场霸凌的行为 会对他的属下乱吼 而且会公然羞辱人 让很多的员工在为他工作期间 常常都是被骂哭的离开他的办公室 所以对于这些指控呢 目前其实都还没有开始调查 但他就已经决定他要闪辞了 所以对于他这样子的一个不等 根本不等这个调查结果就离开的举动 大家就会认为他是不是应该是觉得到时候被调查的这个罪证确凿会更丢脸 所以现在赶快走人是比较是一个比较好的决定 不过在加拿大这边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 因为就是基本上女王在加拿大还是受到大家关注的 而且受到大家敬畏的 那以这个总督他的身份 还有他所代表出来的这个行为 为什么会是如此恶劣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人是来担任总督 就是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但是要说到巴耶特等人呢 他其实是有非常这个传奇的背景 他曾经是一个太空人 而且他是2017年的时候被目前加拿大总督 不是总督啦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来指派成为目前的总督 所以他是一个背景 是非常令人倾现的一个这样的背景来担任加拿大总督 不过没有想到呢 就是他的脾气是非常的不好 那对于女王来说呢 我想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坏的代表也不为过 那对于他的审理目前还没开始 如果说审理有什么最新的进程的话 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关注 那另外比较轻松的一个消息呢 就是目前除了美国疫情非常的惨重 加拿大也是非常的惨重 疫情的重灾区 也就是Ontario的省长 Duck Ford 他就希望可以让大家留在家里面 民众留在家不要出门互相感染 所以他之前就录了一个影片 当中除了是强调现在我们大家要共体时间 请大家没事不要出门以外呢 也意识到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 多元的这个族群 在加拿大 大家讲的语言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他希望他的讯息 可以非常直接到位的传递给所有的社群的人士的话呢 他就必须要学一下不同的方言 学下不同的语言来进行他的讯息的传达 所以当中他就用广东话讲了 这个要留在家里面 也用国语说了 待在家里 那这广东话呢 这个因为他的发音是不太标准 所以很多的这个广东 讲广东话的民众是听了好几次之后 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那国语就说的比较标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上网看一下 这个短片现在的流量呢 已经是接近了59万次了 那再来就看到三星跟台积电 目前在晶片的龙头上面呢 我想三星还是差台积电一段距离 但当然三星他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优势 那不过在对于美国的订单上面呢 尤其在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对于晶片 在国安上面所造成的隐忧是非常的关注 所以现在就希望可以拜登他上海之前就多次的强调 对于像晶片这些的科技发展 他要投入大量的经费 要坚持在美国本地 要来这个自己在本土来出产这些晶片 才可以确保在国安的使用当中 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侵入胜入 所以台积电呢 接下来就要在Arizona这边设厂 那三星呢现在也考虑要斥资100亿美元 在美国先进 新建最最先进的这个晶片厂 希望可以拿下更多的美国订单 可以赶上台积电 目前看起来呢 可能要投入大约100亿美元 从今年开始动工 最早是2023年就可以开始生产 投资的金额可能会有变化 不过至少应该会有100亿美元 那再来最后呢就是谷歌 谷歌跟澳洲的这个政府 我们知道为了新闻费用的这件事情 其实从去年的暑假之前就开始吵 吵到现在 澳洲的政府就要求谷歌呢 必须要付钱给新闻业者 谷歌当时跟脸书的说法就是 我们是非常好意的来提供一个免费的平台 给这些新闻业者一个免费曝光的一个平台 所以你怎么可以来跟我们要钱呢 我们都还没有跟他们要钱了 不过澳洲的政府就认为这是完全不公平的 你今天免费截取了部分的内容 来帮助你保留住你的这个 等于是增加你更多自己平台的流量 但是你却没有把你得到流量所受到的收入 像是广告收益来分一部分 给这些在内容原创的这些媒体 认为非常的不公平 那现在谷歌就扬言 如果你真的要逼我们付新闻费的话呢 那我们就干脆不给澳洲任何搜寻引擎的服务 所以双方的这个征战可以说是越演越烈了 那澳洲的总理莫里森他在今天就说 我们对于这类威胁我们是不予理会 澳洲制定这块土地上面的形式规则 这些都会在我们国会当中完成 也会透过政府来实施这个是澳洲的做事方法 所以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北美新闻 感谢各位主观朋友的收看 今天稍晚会有来围观 请大家到时候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转台到来围观 来关注我们今天稍晚的节目 我是为人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稍晚再见咯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